哈喽,大家好,春天已经过了,然后现在进入夏天的初夏季节 那么各种树的花期已经开过了,或者是已经正在进放 最后呢,各种果树进入了快速生长的时期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供应该供应的枝质 或者是果实,不要不舍得下手,要准,要狠 看这个狠劲儿 那么简直的这个事情呢,最好由女生来指挥,男生操作 因为女生不存在着不狠的问题,要是错了,或者是不准的问题 那不是男生的准 准备好了吗,下手 今天呢,我们想对我们这个杏术进行简直 那么通过这个简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我们简直的基本的原则 所以说呢,我秀给大家,来分享大家 简直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凡是,首先呢,是往下长的,往里长的 不见阳光的地方,都把它剪掉 因为这些像,这些枝子在下边,不见阳光,也没有地方给它生长 所以说,几早的就把它们去掉,省得它们都在这儿,占地方,占营养 像这个,这个枝子也没有那个东西 黄底一长,往下长,然后不见光线的地方,通通剪掉 不见光线的地方,有时候这样,也长果子 但是长出来的果子,因为它不见阳光,那个口味就不好吃,是吧 对,实际上这个,这个杏树呢,它自己也有一些 就是根据它见阳光的情况的,这个生长呢 实际上它也淘汰了一些枝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些枝子都非常的瘦小,非常的短 而上面的呢,就长了 所以,就实际上就是说,这些枝子是根本就是不应该,不思议生长的枝子 所以说呢,这些枝子都需要 剪掉,其实早早剪掉,让它长那么粗,然后蒸了很多营养 那么当然了,这些枝子在,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就是说,它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树很小的时候 它需要一些光合作用,所以说呢 这个枝子也都要把它砍掉 你看这个枝子,因为都被上面的枝子压住了 它根本就没有生长的空间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从这里把它去掉 不要不舍得 你看这个地方,它长这么粗 其实根本它都 嗯 对,因为这里根本它都没发展 哦,马上就清理了好多 非常清理 然后呢,就是让它上面的枝子 一般简直都是冬天剪,但是你现在发现它 有很多的枝子已经都长了 然后,其实在底下,实际上它在阴凉处 它也不起什么光合作用 那你觉得这颗枝子用不用剪? 这颗枝子,当然了 你看这个都已经 除非你把它扶起来 但是平行里那已经有了一颗 一个大的枝子了 所以说这两颗大枝子 然后它又分出这个枝子 所以你这个枝子在这儿 是不是应该剪掉? 对 所以 哦 它剪枝的时候总是心疼 这这么粗的枝子都剪掉了 所以说你就应该及时剪 嗯,对 在它很小的时候 你觉得这不是地方的时候 你就找这儿剪 你等着长这么大了 它就已经吸了很多营养了 所以说就不合算了 对 它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你觉得这颗枝子呢? 那这个枝子当然是了 为什么呢? 这个枝呢?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枝子 你看它是分三叉 然后出来的这颗呢 往那个方向走 还可以 这个已经很弱了 你发现了吗? 嗯 它在底下已经被压得很弱 你看这个枝主干已经在上面 应风招展 它已经把 这是个主枝 强势枝 然后已经把这个枝子都压成这样 你觉得它还能在 我觉得它可以往那个方向走啊 往那边 我的意思是 因为它很弱 你看了吧 它很弱 那你可以把这个 或者这个 这个或者这个 或者这些 都小的枝子去掉 然后将它 形成一个扇形 往那边方向 我觉得这不 因为你看 这上面的这些枝子 充分的见阳光 因为它生长得好 就留着它就足够了 你这个枝子 你根本都 从这儿 我的意思是 它已经被这个组织压着了 它根本长不起来 所以说它 你说 上这儿 它没有那个力量去生长了 那就看 所以说这个组织上面有两个大的枝子 然后已经都在上面成型了 所以说这个就应该把它也去掉 哎呦太硬 太硬 那么是你要 你要剪的时候 是要一正方向 哦 所以说你都应该早点剪 可惜 这样的话剪完以后 你看上面的枝子 就非常的 上面 你看都是充分的 在上面 见阳光 见风 然后结出来的果实 也会口味比较好 对 这样的话就是说 保证这个树的阴阳 都在组织上 见阳光的组织上 对 这样一清 一弄以后 是不是就清了 清了很多了 你看 还有这个 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边也需要剪 对 往下涨的这个 对 往下涨 对 然后往下涨的这些小 你看它本身 它就很弱很弱的 那么这些很弱的枝子 实际上就是 它已经在证明 它没有 就是 这个树 就舍弃的 有舍弃的这个枝子 所以说呢 所以这个枝子也需要剪掉 你看它 它在底下压子 是吧 剪掉 还有这个 哦 这样的话就 剪掉了好多 还有这个枝子 你可以稍微 适当的扶一扶 把这个枝子 就是说 放空间里边 因为在它小的时候 你可以 你可以那个一下 对 可以把它 扶一扶 按照你想要的方向 这样扶一扶 捆一捆 然后它就会 拉一拉 拉动一下子 然后它就会 按照你的这个时候 对 所想象的一个走向去走 这样的话 这个树就 就在上面 就是营养都供到上面 的组织上 电阳光组织上 这样的话就 比较好了 对 实际上你看 所以说你看 也剪下来这么多枝子 嗯 实际上你看 再不剪 然后它就 你看 营养都被它吸走了 你看这些小的细枝子 都属于没有用的现在 因为在底下 实际上 它在底下 你长了以后 即使接锁 它也有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 影响你的交通 影响交通 影响交通 不要等它长得很大 你又心疼 好了 可以了 好了 那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很清凉了 也很透风 实际上我们 对任何果树进行 剪枝的时候 都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 就是说 往底 往下 往中间 涨的枝子 全部剪掉 尽早地剪掉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 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